哈喽大家好 在前两期视频中 我们讲到了耶律大使 是如何从辽朝末期的乱局中崛起 有200人的小队伍 一步步建立西辽帝国的 但是 耶律大使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所建立的王朝 非但没完成赴辽大业 反而传藩是亡于外族之手 所以今天的视频 我们接着前面的内容就来说一说 西辽是怎么样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中 走向末路的 1143年 耶律大使在虎斯乌尔朵宾时 其子耶律一列继位 由于一列尚小 他的母亲赶天皇后 萧塔布燕担任摄政 母子二人共同执政了七年时间 在萧太后死后 一列清政 这一时期的西辽 仍然延续了大使对外弥兵 对内升聚的政策 国力继续蒸蒸日上 但此时 由于西辽的存在 中亚的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动 塞尔著苏丹桑加尔 在1157年死去 塞尔著人 在波斯东部的统治 彻底终结 但随着地区权力真空的出现 受制在阿斯汗西部的 穆斯林政策古尔 迅速崛起 当然 除了古尔 还有一股势力 也趁着这机会 疯狂抢地盘 那就是西辽的 附庸国 花辣子摩 说是附庸国 但实际上 西辽对于花辣子摩 几乎没有牵制 只是每年安排一位官员 去收取攻勤 除非花辣子摩统治者 主动邀请 否则西辽对于其军事 外交和内政 基本不过问 不仅是花辣子摩 西辽对东西喀拉汗国 高昌回湖等 附属政权的管理 也基本大同小异 这种宽丰的管理 对于以少至多的西辽来说 十分省心 他们只需要认真经营 都城虎斯沃尔朵所在的 七河地区及周边 不大的直辖面积 既提高了行政效率 也降低了行政负担 对于各个附庸国来说 他们统治阶层 没什么损失 又只需要付上一笔钱 就可以换取管家式的 全方位保护 自然十分认同西辽的统治 可谓是双赢 赢麻了 花辣子摩 正是在西辽 这种管理体系下 闷声发大财 从河中地区的 挫尔小邦 发展为了地跨 咸海到离海间的强国 但到目前为止 一切还在西辽的控制之下 强大的国力 掩盖了许多隐患 1163年 耶律一列去世 妙号仁宗 由于皇子尚佑 一列之妹普苏安摄政 号成天皇后 普苏安统治前期 西辽的国力处于巅峰状态 但是 普苏安执政后期 政权迅速腐化 辽朝末年景象在线 全城拥兵自重 朝纲崩坏 普苏安本人生活迷烂 居然与自己的小叔叔通奸 还罗列罪名 杀死自己的丈夫 最后 于1178年 死于宫廷政变之中 正是在这一时期 东北部的草原部族 转而内伏于经常 西辽失去了 鄂尔其斯和伊北的土地 普苏安死后 耶律一列的次子 直路古继位 这位孙子 一点都没继承 祖父耶律大使的谋略和气魄 没能扭转政权腐化的局面 西辽派往各蜀国的特使 不再是耶律大使时代 公正廉洁的代表 而是仗着自己 是上国使者 作为作福 激起了各蜀国的不满 再加上 花辣子摩和古尔实力的 爆发性增长 西辽在中亚的统治地位 变得松动 1187年 北花辣子摩的统治者 特克什 近郡波斯地区 于1194年 杀死了塞亚柱王朝 最后一位苏丹 图格里尔 灭亡了塞亚柱帝国 而后 紧逼巴格达 要求阿巴斯·哈里发的策锋 哈里发不愿意 臣服于特克什 便希望古尔王朝 可以背赐花辣子摩 实力强劲的古尔 本来就意图控制整个呼罗山 自然一口就答应下来 特克什 自知实力逊于古尔 慌忙派人请求宗主国 西辽致援 还告诉直鲁谷 要是古尔灭掉了花辣子摩 进一步扩大实力 到时候 西辽怕是很难独善其身了 特克什 这招驱虎吞狼 着什么样 1198年5月 直鲁谷派出西辽大军 越过阿姆河南下入侵古尔 此时的西辽军队 也已经不是伊律玉大使 所率领那只仁义之士了 一进入古尔的领土后 就开始烧杀强劣 当他们到达巴里黑城时 西辽统帅要求城市立刻投降 或是向西辽缴纳公斤 但是 巴里黑城主 不仅拒绝了西辽的要求 还在夜间偷袭了西辽大营 结果 就和当年十万宋军 被伊律玉大使 在卢沟河边下退一样 西辽军队误以为是古尔主力到达 连夜撤走 死伤无数 直到天亮才知道上当 回头准备再战 只是这次 他们遭受到了各地 穆斯林志愿军 和古尔主力的共同攻击 大败 溃逃至阿姆河 掩死者无数 据记载 西辽此战损失了一万两千人 被古尔击败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胡斯沃尔朵 直鲁鼓听到后大怒 但他没有发兵向古尔复仇 反而责怪起了花辣子摩 派人告诉托克什 说 我军队的损失 都是因为帮助你造成的 现在 我要你赔偿我每一个死人 一万蒂南尔的损失 托克什立刻表示 怎么会有你这种脑袋 回到 要进攻巴里黑的是你们 出兵的也是你们 就算打下了巴里黑 也不会给我 关我什么事 而且 你们这是太逊了 连古尔都打不过 不如这样 我把给你的钱都给古尔 任他们做老大算了 直鲁鼓感觉受到了侮辱 立刻发兵攻打花辣子摩 结果再次被打败 西辽军队虽然打不过花辣子摩 但是在经过河中时 又发挥了烧杀截略的装长 引起了当地居民 从上到下的不满 为今后丢失河中 埋下伏笔 也是同一年 特克什获得了 阿巴斯哈里发的支持 被授予波斯 突厥斯坦和 护罗山苏丹的称号 花辣子摩帝国出现 但是 打归打 吵归吵 特克什很快就修复了 与西辽的关系 并继续向西辽成成 两年后 特克什病死 其子摩赫末成为了新苏丹 他的野心更大 不满足于向西辽成成 但是 1204年 花辣子摩和古尔 再次爆发战争 面对已经攻打到家门口的古尔军队 摩赫末不得不请求西辽的帮助 这次 西辽军队倒是往日武德在线 在安德胡一大败古尔军 差点申请古尔苏丹 报了巴黎黑之仇 不过 胜利并没有为西辽带来任何好处 古尔受到了重创 反而给了花辣子摩 吞并这个邻居的机会 既然古尔已经不足为惧 摩赫末觉得 是时候要抛弃西辽这个工具人了 于是 他拒绝继续向西辽交保护费 直鲁古对于花辣子摩作妖 已经习惯了 派出人去询问摩赫末 为什么不交钱 是不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正好 摩赫末这个时候 准备去北镇清查人 怕搞得太僵 直鲁古会心事问罪 便补足了所欠的功夫 并表示 会老老实实地当西辽的番薯 西辽使者返回虎斯沃尔朵后 跟直鲁古说 摩赫末已经有异性了 怕是以后也不会纳工了 果然 1206年 摩赫末北镇归来后 立刻断绝了朝宫关系 直鲁古再次派出大臣 则问摩赫末 结果 摩赫末这次直接将大臣杀死 躲成肉块 扔进阿姆河 公开反叛 河中地区的民众 早已验犯了异教徒残暴的统治 最终倒向了花辣子摩一方 与此同时 受过了被西辽派来的官员 各种弃武压迫 一二09年春 回虎人活活用砖墙 压死了西辽官员 足见当地人对西辽之恨 随后 高昌回虎宣布脱离西辽 归水蒙古 而在南疆 东喀拉汉国也起兵反叛 但被镇压 西辽暂时保住了这一地区 在耶律大师去世60多年后 他跨越万里所创建的西辽帝国 如今只剩下契合和御田地区 但是 耶律家族的厄运 并没有结束 一二08年冬天 被陈吉思汗击败的 奶蛮部王子屈出律 逃到了胡斯沃尔朵 投靠到直鲁古会下 眼看西辽各地 叛乱不断 屈出律便向直鲁古献策 请求让其前往天山北陆地区 收集族人 助直鲁古一臂之力 直鲁古一想 还有这种好事 不仅允许屈出律离开 还送给他很多钱 赐封其可汗的称号 哪知道 这是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 屈出律在叶密里一带 收集了旧部 立刻反叛西辽 不断欠扰其可地区 还同摩赫末 结尾同盟 共同夹击直鲁古 并约定 陷入胡斯沃尔朵者为王 吃掉所有西辽的土地 一二一零年 直鲁古率领西辽军队 在达罗斯被花辣子摩击败 最终失去了对河中地区的控制 打了败仗的西辽军队 丝毫没有感到羞耻 反而在反程途中 劫略自己的百姓 行至虎斯沃尔朵 都城的民众 已经对西辽复休统治 失望透顶 拒绝军队入内 他们甚至希望花辣子摩 能够趁神追击 帮助自己 从西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西辽将军告诉市民 花辣子摩已经退兵 劝他们不要赴予完抗 市民们不信 于是西辽军队开始攻城 虎斯沃尔朵最终坚持了16天 被自己家的军队贡献了 西辽军队入城后 展开了三天三夜的 无差别大屠杀 仅城内复古 就死亡四万渔户 平民死亡数不可胜计 此时 由于长期的战争 直辽谷的货库 已经空空入夜 他手下的大臣 害怕直辽谷 会征收自己的财产 便建议全军 将战利品重新分配 结果 引起了骚乱 葛将军带着手下一哄而散 这时候 西辽已经完全无药可救了 耶律大使 若是全下有之 顶是要被直辽谷 起活过来不可 驱出律得知了虎丝沃尔斗的乱局 在伊亚一一年秋天 再次进犯契合 奇葩的是 直辽谷明明知道敌军压境 还要坚持出去打猎 然后 毫无意外地碰上了乃曼士兵 被驱出律轻松擒获 驱出律 娶了直辽谷的女儿 强行篡位 并尊直辽谷为太上皇 将其软性起来 直到伊亚一三年死去 驱出律原先信奉警教 受洗了音响 改信佛教 他一改耶律大使 制定了文化信仰自由的政策 强迫穆斯林改信佛教 还有当地人 穿着七单服饰 更加引起了当地民政的不满 1217年 蒙古大军临近 讽刺的是 蒙古人像耶律大使一样 用云以当地人 宗教文化自由的策略 使得驱出律不得人心 总盘清零 而后 离开了虎斯沃尔朵南逃 最终 在1218年 与阿富汗瓦汉走廊附近被杀 戏撩终结 降国84年 表面上看 导致西辽灭亡的原因 有两个 驱出律灿位 蒙古人入侵 但实际上 即使没有以上两个因素 西辽的灭亡 也已经是迟早的事情了 本身 到植鲁古执政时期 已经背离了耶律大使 制定的修养生息政策 对内 残酷剥削 统治腐化 虽然 没有直接记载 植鲁古品性如何 但能在面对外敌战争 还有心思打猎的 怕是 除了天作地 就是它了吧 而对外 中亚政权 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么落机 只要有合适的机会 和厉害的统治者 一样容易崛起 并不受控制 而西辽 正是没有察觉到 花辣子摩的野心 甚至 间接帮助了花辣子摩 消灭了最大的对手古尔 任由其一家独大 这摩和墨 图穷必限之时 已经太迟了 即使没有驱出律 西辽也可能亡于 花辣子摩之手 好了 到这里 关于耶律大使和西辽的故事 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 花十分钟 好